在尝试更换多个3D雕刻室之后 基本上也落定了 所以我最近到了农泉 第一个也就是整顿现有的这个生产线 其次就是扩展新的生产线 找新的合作厂家 这一点也是为了解决当前的产能供应不足的问题 这里就是农泉的保健小镇 是近年来新开的 里面汇集了好多商家 基本上我自己把所有的都找了一个遍 之后呢我们的产品可能会新开B线和C线 这个新开的生产线 它并不代表就是一定是跟这个质量的等级挂钩的 而只是说它是未知的 我们原有的生产线也就是A线 是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的 质量也很稳定 只是说速度跟不上 这就是专门生产 我自己的产品的做法 里面所有的都是我们品牌下面的产品 这因为是刚搬过来 之前搬了两次 有个地方它可能靠近居民区 然后刚刚又搬又重新搬了 所以有些东西可能还来不及归纳的很好 反正自己开车来拿两回来 好 重要散场 来午安 期盼 这些都是很多窍材料的堆放 这些就是我从东莞寄过来的专具的堆放 这些都是初步的 组装打磨抛光的车间 随便拿起一些成品还有一些备货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质量控制基本上是很好的 不会存在一些什么毛病在上面 基本上来说随便抽查都是很好的 这些产品的质量和外观 这些是棒了 第二只是 打工人 这是一个升降货梯 有了这个我们运输这些刀剑 就方便筷子的多了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生产刀剑的主要工序 现在绝大部分的剑和我们所有的剑 都是采取这个断打的方式 气垂断打肯定是比古代的那个要快要先进的 当先对于现代设备而言就显得太落后了 比较原始的一种交通方式 而且就算是武术剑对链的那些那些剑 都同样是采取这种方法 优优独播剑 已经在一种交通方式 然后在一种交通方式 在一种交通方式 在一种交通方式 有没有交通方式 原始就算是火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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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可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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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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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